今天一早,当康特还沉浸在寻找不到阿祖法母女的颓败情绪之中时,吉尔纳和小伙子突然来到了工地上。 他们此次前来的目的十分简单,就是要康特把他们支付给莫森的土地款还给他们。 然而,在康特表示他的卡车并没有卖出去,暂时无法还钱时,吉尔纳顿时不干了。 他坚决地表示要康特离开,声称这块土地是他们付了钱的。 而康特也毫不退让,他表示自己拥有全部的土地文件,对这块土地拥有合法的所有权。 双方各执一词,互不相让,情绪愈发激动,不断地发生着肢体冲突。 但最后,还是在康特的强势碾压之下,成功地把吉尔纳和小伙子赶走了。 在他们离开后,康特落寞地坐在地上,满心无奈。 对于目前的各种复杂情况,他貌似又陷入了无能为力的艰难境地。 土地款如果不尽早支付给莫森,那土地极有可能又会回到妈妈的手中。 而妈妈的强势与蛮不讲理,只会让事情变得更加糟糕。 再者,阿祖法他已经寻找了好几天,却依旧杳无音讯。 他不知道阿祖法母女究竟身在何处,是否安全。 这种未知让他心中充满了担忧与牵挂。 康特陷入了深深的困境之中,仿佛被一张无形的网紧紧束缚,难以挣脱。 他渴望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,却又感到无从下手,前路一片迷茫。 其实,康特若要保住土地,或许真的除了卖车之外,别无他法了。 然而,他似乎依旧不想卖掉卡车,一直没有实际行动。 在莫森第一天来收土地款时,阿祖法就曾强烈建议康特一定要把卡车卖出去。 因为只有这样,才能保住地皮,并且也有钱建造房子。 可是,康特出去寻找了一圈,并没有寻找到合适的买家后,就再也没有想其他办法去卖车了。 从这里确实能够看出,康特其实内心深处是极不情愿卖车的。 或者他还抱着其他的幻想,期待着能有别的解决途径出现。 但现实往往是残酷的,在目前的困境下,不卖车就难以解决土地款的问题。 而土地款无法解决,土地随时可能易主。 他现在似乎确实有点鱼与熊掌都想兼得的驾驶。 一方面,他不想失去卡车,另一方面,他又渴望保住土地,不被妈妈们夺走。 然而,他却并没有认真思考过自己是否有这样的实力。 他在两者之间犹豫不决,既没有果断地采取行动去卖车筹集土地款, 也没有想出其他切实可行的办法来解决问题。 康特在沉思了一会儿后,又毅然踏上了寻找阿祖法之旅。 康特骑着摩托车,在马路上疯狂行驶着, 那急迟的身影仿佛在与时间赛跑。 每当他看到有别人遗弃的房子,都会毫不犹豫地停下来,仔细地查看一番。 他怀着一丝希望,期盼着能在这些被人遗忘的角落里找到阿祖法母女的踪迹。 这两天,康特在阿祖法的土地上把妈妈赶走后, 只要一有时间,他就一直在全力寻找阿祖法母女。 许多网友纷纷提出建议,认为康特应该先把土地的事情解决好, 等把这件事情妥善处理完毕后,再建造一间房子。 如此一来,以后就算找到了阿祖法母女, 他们也有了可以居住的地方, 或许网友的担忧确实不无道理。 其一,土地文件目前还是假的, 如果康特不及时支付土地款, 那么莫森还是会把他赶走。 其二,现在的阿祖法对康特应该是失望透顶了。 就算康特找到了他们母女, 阿祖法有很大的概率不会跟他回来。 但是,如果康特把房子建造好了, 而且阿祖法离开本就心有不甘, 再加上为了两个孩子着想, 阿祖法或许会选择跟着回来。 再者,把土地抢回来, 并建造好房子, 这也能够让阿祖法看到康特的能力和决心, 让他相信康特是有能力为他们母女提供一个安稳的生活环境的。 不然就算是找到了, 回来后还是要面对着一地鸡毛的生活, 谁还会回来呢? 康特今天又是在外面苦苦寻找了一整天, 可结果依然是毫无所获。 有时候着实让人纳闷, 康特一直开着车在这么远的地方寻找, 他难道就没有想过, 阿祖法带着两个孩子怎么可能走那么远呢? 按理说, 他不应该在意前房子的附近区域寻找吗? 毕竟阿祖法带着两个孩子, 行动多有不便, 不太可能长途跋涉到很远的地方去。 康特这样盲目地在远处寻找, 不仅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, 而且成功的几率也十分渺茫, 他似乎陷入了一种错误的思维模式, 没有从实际情况出发去考虑阿祖法可能的去向。 如果他能及时调整寻找策略, 把重点放在以前房子的附近区域, 或许会有更大的机会找到阿祖法母女。 看着康特大晚上了, 还在打着手电筒苦苦寻找着阿祖法母女, 然而, 却让人有种怎么也无法同情他的感觉。 他在面对诸多问题时的犹豫不决, 以及对关键事情的处理不大, 让他陷入如今的困境。 他既不想失去卡车, 又未能及时有效地解决土地问题, 还在寻找阿祖法母女的过程中显得如此盲目。 这种种表现让人觉得他缺乏果断和智慧, 似乎总是在错误的道路上徘徊。 虽然他此刻的努力看似很辛苦, 但却难以引起人们的同情。 大家会有这样的感觉吗?